謝國良市府推出青年電動車補助方案 就是這一輛 讓大家搶破頭 而衍生出了後續不少問題 去年底開放申請成效不佳 謝國良推出2.0方案 取消太舊換新條件 放寬申請年齡 行通免費大放送申請數 暴增1萬台 但全基隆縣有19萬輛機車 總計停車格只有1.1萬個 平均每16.5輛機車 分到一個公有停車位 未來4年預估再增加 5萬輛電動機車 恐讓機車騎士叫苦連天 要提早出來就找得到車位 應該要再多一點 因為現在每個人都騎車 希望能夠畫多一點格子 比較好聽 毕竟一張罰單都不少錢 電動機車衍生的亂象不止這樣 基隆老舊的藍皮公車 日前才因為漏油害騎士慘衰 但編列買新公車的預算 卻只買得起22輛中古公車 電動機車支出就砸了 二十七點五億元 也被質疑不僅排擠 購買新公車的預算 就連維修保養費也包含在內 開新領車 但不少車主要換電 卻出現找不到地方的窘境 總計兩間合作廠商在全市 只有建置四十四處換電站 現在車主們則面臨電池永遠充不保的里程焦慮 非常非常稀少 就只能跨區啊 從仁愛區可能跨到安樂區 就可能要再多騎個兩公里左右 才能去換換到電池 我相信他絕對沒有經過任何相信的思考 而是想到哪裡做到哪裡 讓許多基隆市民詬病的地方 基隆市環保局承諾未來三個月內至少增加七處 而且果狼青年電動機車政策遭議員質疑 配套不足 排隊亂象後的三大難題 將是基隆市府日後燙手山芋